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武警的视频 记录了周一坠毁在广西山区的东航客机的两个黑匣子 其中一个的全过程 周二下午 武警士兵在坠机现场发现了一个疑似黑匣子的部分 并向指挥中心报告 周三十六时时分 官兵带领中国民航局专家前往发现橙色疑似黑匣子部分的区域 并提供视频记录 专家们随后决定将清理和搜索工作集中在该地区 十六时时五分左右 士兵们发现了一个橙色物体 后来被证实是MU5735航班的一个黑匣子 一名航空官员在周三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回收的黑匣子被认为是驾驶舱录音机 中国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说 黑匣子的外部已经严重损坏 但其数据存储单元虽然有一些损坏 但还比较完整 黑匣子正送往北京进行解码 朱涛说 下载和解码数据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内部存储单元受损 这个过程可能会进一步延长 这位官员表示 调查人员将继续寻找飞行数据记录器 寄另一个黑匣子 以更全面地了解导致坠机的原因 这架载有132人的飞机 周一在中国南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州市腾县坠毁 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